共同理念 全文發誓 MyRadio2011 同慶眾分享有上世紀80年代 至今日的地區工作經驗 由街頭變岸至鐵路興建 一日移民毀本 人民力量,主持陳偉劫 每星期晚10至11時半 MyRadio強勢出擊 制約夫妻 移民反抗 四面守敵 移民反抗 我們是否要奇全宣明 做我們的反對派 移民更加要當歧視鮮明 最敵民主黨 最敵民主黨 移民力量,主持陳偉劫出 今天毓文抱揚 所以只有大舊同學 我看到他大舊來時 都貧貧能 剛剛跟人民力量的朋友在下面 聊天地區事 聊天後就馬上來 我聽到毓文說 其實你不是很想出來 一同四上來做 星期五有一個人民力量戰狀 星期一會上 星期四一般馬草例上 我知道 如果今天毓文不病 你都未必會來 應該會到 今天當然要說 今天重大日子 516 其實這個日子 都應該給我一點時間 我講一講 因為我對這件事 我有一點點看法 大家今天打電話給我 今天是516一周年 大家講一下516 很多人都猜 516一周年當然是做個回顧 我不是這樣看法 我覺得516的五居總辭 其實政治意義是未完的 未完的 未完的意思是哪 票就投了 有多少人投票 我們知道了 五位議員都重新回到 但是 五區公投在香港的政治發展史裡面 那個意義或者產生的影響 就不會是在這個投票完了之後 有多少人投票 或者那個議員 回到這件事去完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 如果516的公投 重新在年尾的區議會選舉 以致特別是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再次提出來 其實它會產生一個 現行的政治作用 這個意思是為什麼呢 到明年 民主黨的候選人 要回答 選民和其他候選人的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在去年 他們沒有參加到516的公投 如果他們的答案是 不能夠令一些選民 或者普遍的選人滿意的話 事實上是對選舉的結果 是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所以現在我們要創造這個條件 就是不但要民主黨回應 為什麼沒有參與5區公投 以及在整個5區公投期間 民主黨一定要解釋 以及要再向居民 以及向市民做一個交代 為什麼當時不講實際的情況 就是隱瞞這個事實 隱瞞當時他和中央已經進行 開始緊密室 這個政治 那你現在一定要繼續追 剛才台長講到516的意義 其實你說了一個層次方面的問題 就是在區議會選舉時候的情況 516有一個重大的意義 就是我們這五位議員 在去年這個選舉 是重新拿了人民的授權 在這個立法會裡面 在根據這兩年多的時間裡面 我們是基於這個重新授權 是代表他們在議會裡面發聲的 所以 早個星期在立法會裡面 通過這個議事規則 修改 修改 以及修緊 就是說要趕我們出去 這個是違反50萬選民 對我們的授權的尊重 因為 我和毓民長毛當時很清楚 在五區公投期間 我們說明在議會內外會繼續抗爭 會抗爭 這個抗爭是延續 抑敏定之後 之後我們會在議會裡面繼續做的 喂 我們三個說了繼續做 我們三個合起來 二十幾萬票 超過五區公投 差不多三分 即一半以上 三分二 計五分三 幾萬五分三的票 不止的 是不是 我們拿到這麼多票的授權 給我們在議會裡面繼續去抗爭的行動 哇大佬 你民主黨 和這個支聯會主席 李卓人 竟然支持這個 修改 修改 進一步修緊 即你修緊的意思呢 即是否定我們議會抗爭的路線 很明顯 是吧 因為我們是延續 是吧 你長不可以繼續扔瓶都好 我扔陰獅子都好 我們繼續去衝擊這個 即是議會裡面的有關官員都好 都是一個跟扔招的行為 是吻合 亦都是原則 立場 這個理論一致的 是延續的 喂 我有人民的授權的喔 是吧 你民主黨 密室政治 背信棄義 那個就沒有民意授權 是的 這個完全沒有民意授權的喔 即是 在民主黨投共之後 表示支持五區 支持這個偽政的方案 我在立法會裡面的演前 我也很清楚解釋 什麼叫做代議政制 代議政制和直接民主是不同的 代議政制和這個共產黨的馬力主義都不同的 代議政制是基本上一個自由主義 一個議會政治的發展 就是說 你不是君主立憲 你不是天父給權力的君主 你這個社會是由人民組成 人民要成立的政府 那你的政府 怎樣去決定這個有關的政策 怎樣去代人民 作這個決定呢 沒有透過一個投票授權 這個授權就是說 在你的任期裡面 我投了票給你 我就委託了你作為我的代表 在這段期間呢 你就可以代表我作決定 為什麼你可以代表我作決定呢 就是你在選舉過程裡面 你是有所承諾 你是清楚表達到你的意向 和你的價值 和你遷就重大政策的立場是怎樣 你作出一個清楚明確的交代和承諾 人民要將權委託給你 這個是整個代議政制的精神 在這個代議政制整個理論裡面 其實最後有一個革命理論的台長 革命理論就是 當人民授權給你 你這個授權是被濫用 或者被不尊重 隨時可以罷免你 而出現這個 所謂獨裁 或者濫權的時候 罷免是一個 即是機制 這個所謂 popular recall 我可以透過這個機制 可以這個罷免你 很多議會沒有 但理論上是有的 但最後就是 如果這個所謂 透過代議產生的政府 在施政那裡 是違背人民的利益 違背人民的意向 在這個自由主義的理論裡面 在這個代議政制整個構思裡面 最後是有一個革命的理論 就是說 到這個期間 當你這個所謂代議的議會 政府 是完全違反這個市民的議員 市民是有權透過暴力革命的 整套理論基礎是在的 所以民主黨班有 是完全 當我提出這個所謂 代議政制的精神的時候 何俊仁都沒有 完全沒有回應 在這個辯論裡面 完全沒有回答 這個代議 代議政制的基本原則 你民主黨違背政綱 是違反代議政制的原則 就回這個理論的基礎 和這個指責 是完全沒有作 這個回答和回應的 那麼他不會回應不到的 因為無論在理論上 或者在政治操守上 或者政治的倫理上 根本說不通 所以 剛才我們說的很重要 就是 如果這個議題本身 是跟著是咬著民主黨不放的話 而他又不能夠很合理地 向選民交代的話 其實仍然會產生一個政治的影響力 剛才大家說的也是一個因素 就是 如果在議會裡面 五居公投 重新給到一個民意授權 給幾位議員 而回到沒有人意授權的議員 竟然可以限制到 獲民意授權的議員行為的時候 大家會問 究竟是一個什麼議會 這個議會 死不障的議會 奇怪的議會 奇怪的議會 違背人民意願的議會 這些帳要算的 要算的 就是透過一個四年一度的選舉 再跟大家交代 就是跟大家去講出來 所以 接下來的這次區議會選舉 如果這個論述 都要清晰 還有要明確 也要深入到民間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其實這個問題 也跟我們在五居公投的情況一樣 就是當時那個文宣 我們現在看回頭 其實未必落到選民的具體思想裡面 所以剛才大佑說過 今次這個議會裡面的抗爭 兩位議員 受到議事規則裡面的改變的影響 究竟大佑剛才這個說法 去到多少主流傳媒的報導裡面 可以說是零的 是零 完全是零 所以也有五居公投 以至到這兩個星期的立法有辯論 我也擔心一個問題 就是 連續的區議會 其實現在我們在講的議題 就是五一六個公投 香港政制的發展 所謂的政制方案的投票結果 這些能不能夠在選民的意向裡面 或者他的討論裡面出來呢? 這些是困難的 所以當初策劃 或者是考慮這個 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我自己有個理想的計劃 這個夢想 但是看上去那個夢想 就是可以成事的機會都不大 我當時就提出 我們應該視這個區議會的選舉 為這個新民主運動的第二波 五區公投是第一波 這個第二波 正如剛才台長的分析 就是主流傳媒 給機會 好像我們這些背景的人 透過這次選舉去宣揚我們的理念 以及解釋 為什麼要操擊民主黨呢? 我相信主流傳媒 不會有什麼機會給我們解釋 可能我們說兩句 其他九千多萬人就會圍絕 然後就會抹黑打壓和扭曲 不是圍絕你啊 他簡直是當聽不到 等於你在立法會的情況 但是大家那個面對面的engagement 現在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因為他覺得跟你engagement 他不著數 還有主流傳媒 就算我們抽也好 我們講的東西 他是輕輕帶過 主題不講 對方攻擊我們的言論 就報到 重複又重複 所以我們一定是 吃虧的主流傳媒 所以當時我就設計了這個 希望有超過二百個候選人 代表人民力量 可以這個參選 因為既然我們在主流媒體那裏 沒有機會給我們講話的話 喂 唯一最好的機會 就透過這個文宣 直接交給這個選民 就是透過宣傳單章 另一個途徑就是透過郵寄 第三就是透過街頭的演講 在五區公投期間 我們很多義工 街頭演講很好 如果多些義工可以參選的話 如果去到二百個 全香港都四百十個區議會選區 哇 如果你有二百個人參選 你差不多每兩個選區 就有一個人參選 你可以在那些村的口 那裏 不斷給你說話 說六個星期 影響力很大 是吧 但是很不幸地 有段時間都未到這個數字 所以 暫時啦 暫時啦 你不要這麼快氣餒 因為現在還有整個搬 還有整個搬 可能我們在這個平台裏 我們再做廣告 或者我們再做推廣 那個人數一定多 但剛才的大舊講的 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個出來選的人數 而能夠把剛才我們講的議題 重新炒回來的人夠多的話 這個是會構成一個辯論 就算投選人辯論 就是市民自己都會辯論 都會討論 你天天見 是不是 你今天見到 在東村有人 明天西村有人 在上班 另外去到中環也有人 你每個區都見到人民力量的旗幟 每個區都見到 在討論裡面 是質疑民主黨投共 民主黨的背信棄議 民主黨出賣選民 你聽聽一下 你會有一個疑問 究竟為什麼這麼多人批評 民主黨出賣選民 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這個偽政改方案 為什麼我們要還2012的雙普選權 當你的議題不斷有討論的時候 有一些可能過去沒有什麼聽的 開始聽 有些過去聽了一點的 就開始留意一下 再聽進去的 拿單瓶又看一看 慢慢慢慢的 他們的吸收就會更多 是啊 其實就不一定要說服這些人 有些人會一輩子都不會做 但是我們現在的理想 就是把這個議題 重新在市民 在選民的視線裡面 焦點裡面 重新顯現出來 這個是反而最重要 其實大救就是說 所有的義工 我覺得就是把握這幾個月 無論是選還是不選 都要重新把五一六 即是五區總辭這個目標 這個目的 以及民主黨 當時在這個五區公投的 相近的時間 主動找中央 走去拍門 即是想聊天 這個訊息 告訴他們 否則 大家就當沒有事情 當完全忘記了 我們遲些會出一些宣傳策子 講講民主黨如何投共 如何出賣選民 而到選舉期間 我們也會逐個專題 出這個小策子 其實這個在五區公投期間 在去年五一六之前 那六個禮拜 我們都出了很多小策子 解釋各種政治理念 和有關的政策 和為何要五區公投 為何仍然堅持2012雙普選 所以接下來這個新民主運動 第二波 我相信比去年的第一波 更加困難 即是面對的圍剿和打壓更加困難 大家看到的 譬如很簡單 在五區公投之前 民主派都未完全決裂 當初仍然有些夢想 以民主黨可能會加入這個五區公投 我們當時都表示 我們願意讓出五區公投的領導權 來給他領導 我們五個區裏面其中的一個 即是你要我們 哪一個區沒有人辭 到時最後我們戰屍底 先讓他們選擇 提了很多給他們很優越的選擇 但最後都被人出賣了 所以你想想去年那段期間 啟動的時候仍然有少少的夢想 或者少少的條件 即是覺得民主派仍然有機會 凝聚一股的力量 最後都很幸運 最後有公民黨加入 但接下來這一次 區議會選舉人民力量面對的打壓 公民黨都去了那邊 現在基本上只剩下人民力量單一其次 即是你連這個原本 即是五區公投期間 推動最大的社民連 即是都隨時到這個下年 接下來這次區議會選舉 可能又歸了對面 他們會幫忙一起打壓這個人民力量 所以接下來這個年尾的政治形勢 是越來越險峻的 即是人民力量的對手更多 不過這個有個好處 如果你說整個立法會裡面 你只有玉敏和你的投票意向 跟其他議員不同的時候 所有的聚超、所有的主力 都是你倆身上 如果說到剛才你說的情況 這麼極端的情況 其實報道有關人民力量的動力都很強 不過只不過就是報道力負面 我從來都說 No publicity is bad publicity 如果沒有人報 那你更加最難搞 但如果你說有負面的報道 而這個負面的報道 能夠足以用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去將它轉化成為一個選民的注意力 那這個反而是好事 這個要看到時候的人民力量領導層 以及有關參選的人的能力 因為你遇到這些壓力 我過去都見過到選舉期間 有部份候選人崩潰 尤其是經驗比較淺的 崩潰也很快 因為有些人習慣 譬如很簡單 譬如現在我和毓民都受了賤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都當他拗痕 毓民經常都說這些 當他拗痕 但問題就是 有一些新的朋友 剛剛參選 可能剛剛出到沒有很久 看到蘋果寫幾篇都被遷了 有時不是這樣 有時這些 不只是蘋果這些 有時地區上那些人 就出單張 又沒有具名的 然後到時又說你這樣 說你那樣 抹黑打壓 到時又製造醜聞 到時又說你脫水 又說你性醜聞 喂 很多東西 到時會 所以 新參與這個政治遊戲的朋友 如果到時 那個情況是惡劣的話 你真的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可能各種惡劣的情況 會同時出現 不過我看這個風氣 近來都開始了 近來都有一些苗頭在 不過不是針對我們 針對民建聯 你看到這些 其實你都覺得 那些負面新聞 或者所謂抹黑 在這幾個月都出來了 但是 如果譬如講到民建聯那些 他始終是一個 經驗比較豐富的政黨 他面對這些問題 他們懂得比較 真的好一點的 damage control 轉得很快 很簡單 談月中很快已經說 他們那些成員 應該要拆了一些潛潛物 很快 立即拆了 立即定調 到時阿爺背後 付錢又未頂 總之你所有的損失 日後相配奉還給你 不容易 大哥 真是 但是去到 如果是選民 人民力量的朋友 我有少許擔心 因為 講選舉來說 可能很多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 你見人選 好像很容易 但我可以告訴你 選舉呢 選舉呢 是對你的體能 對你的心智 對你的意志力 一個最大的考驗來的 EQ、IQ EQ全部 什麼Q都考完 什麼Q都考完 所以有些人選完呢 我認識的 有些人選完 立即入醫院 入醫院 不是一個 崩潰 我認識的 整個精神崩潰 一邊選 一邊要看精神科醫生 所以這個 如果大家 這裏不是說要給大家壓力 但你選得的時候 其實就要 考慮這些因素 看看你選的目的 我跟很多義工都說 我說你們這一次選舉 你當你是五區公投的義工 心態去選 你不要打算贏這個議席 那個參選呢 只是給一個機會 你去宣揚這個 新民主運動的理念 和概念 不是你要贏取這個議席 當你是沒有這個壓力的時候 你跟著做下去 心理壓力和有關的問題 就必然會少很多 不過剛才阿大陸講過 其中一點 現在我們最擔心的是 譬如一些候選人 或者一些比較新的 經驗比較淺的朋友 他面對一些 所謂抹黑的言論 他能夠去 有策略性 有系統性 去回應這些東西的能力 有多強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要很小心處理的 因為大家看到社民連出現內討 或者出現內鬥 然後導致分裂 很多時候都是某些人 一兩句說話引起 然後那個波浪 越蓋越大 導致一發不可收拾 同樣人民力量 都會遇到類似的事情 你現在還未成形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一個正式組織 又沒有一些正式所謂的主席級的職位 即是給哪些人 所以你沒有一個焦點給他打擊 在現時來說有些行動還未見 但是你遇到類似的手法 類似的打壓的手段 也都必然會出現的 譬如有些人透過這個網上 這個說一句 那個說一句 有些人背後 透過這樣的憑黨 去抹黑這個抹黑那個 講哪些壞話 你跟著見到這些問題 遲早會出現 而出現的次數會越來越頻密 跟著呢 所講的東西 也都越來越嚴重 或者越來越卑鄙 如果你面皮薄些 或者有時候 忍受力低些 有些人這樣想 喂大哥我做義工 我幫爭取民主 我為何要受這些氣 我為何要受這些抹黑 我為何要受這些侮辱 很容易 就會被人分化 被人離間 破壞關係 破壞你的組織的凝聚力 跟著這些行為的出現 就必然會越來越多 有部分可能是老共做的 有些可能是我們的敵對派系 有些可能是以前你自己最親的人 各種的情況都會出現 所以我今天都跟人民力量的地區朋友說 我說最緊要在這段期間 由現在到到 不要只到今年的區議會選舉 到下年的立法會選舉都好 總之大家站穩自己的崗位 做好自己基本的事 其餘那些一切 剛才我所講的抹黑 留言 那些中傷 抹黑了它 當沒有聽過 總之集中精神做自己的事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沒有的 都是那幾句 用了抑文講 少點上討論區 少點看Facebook Facebook 只是用來報導 放一些比較重要的政治活動 我呼籲人民力量的朋友 不要在Facebook 不要在人網 討論自己組織人事的問題 內部問題 是不是 你又出現以前的問題 有問題 開會談 再談不行的 叫大舊和抑文處理 我主持會議去談 最好是這樣 你在網上一開始這些 就很容易被人進入 突然間有一個三五四七的 你講一句話 就以為很公正 以為很中立 人家可以把你那個話 扭曲某個意思 接著就用來批評你 接著你的朋友 又幫你加兩句 那時候 那個戰圈就越開越大 有時候 我們看下 其實都不知道 那個緣在哪裡來 我會出現 實際上 總之搞得 總之很快 一兩個星期下 搞得很大 每一個星期三天已經 隨時翻天覆地了 隨時 所以 這是一個網絡 新時內的政治挑戰 老實說 這是大家要吸收的經驗 現在都沒想到一個 什麼叫萬全的處理方法 但知道 網上的打手就越來越多 好 現在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聽聽歌的 感謝回來做第二節 新海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軍主專制制度 在廣大人民中 傳播出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 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新海百年華滄桑 逢星期二晚 10點至11點半 主持 墨業城 謝二方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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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